SAMPLE THIS 大家好我是Nella 你現在收看的是 SAMPLE THIS 取樣這個 第二季 SAMPLE THIS If you ever once 在店裡面挑了這三張回來 我們先來聽聽看 欸 好 這個蠻有FU的喔 這個有一個Funky的感覺 好我們來聽第二首 這張叫做 SAMMY DAVIS JUNIOR 這首都好好去喔 這會很像 就是 古時候那種冰淇淋車應該會發出來的聲音 這個地方我超喜歡 我覺得這個就是 你今天要做的 這整個東西的重點 好我們今天結束了 第二個 蠟筆畫家 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 他叫 Herbie Hancock 他的專輯名稱叫做 Feeds Don't Feel Me Now 這個鼓阿 這個鼓阿 從頭到尾就沒有出現過這種鼓 就是一個非常現代的鼓阿 好那我現在聽完三張專輯之後呢 我就要 首先要錄進去我這一次Sample的主軸 我現在就要開始把他們的拍子還有Key都對準 這時候有一個重點喔 當你是用數位的產品 當你是用電腦在執行你Sample過程的時候 你可以拉快 可是你可能不能拉太慢 因為它是有一個取樣頻率 它不是像這種類比的東西 你把它放慢放快 它的音質都是好的 你把它拉到很慢的時候 我們來聽一下 就壞掉了 一旦你是碰電腦的時候 你就要很小心 你可以快但是不太能慢 好這個哈哈哈哈 成功了之後呢 鼓的部分我想要用的是 這隻腳的這一個 好它稍微比其他人快 再用這個 Timing 然後貼格線 大家如果不擅長用編曲軟體的話 格線都是有磁力的 可以自己這樣 貼上去 千萬不要傻傻 自己在那邊拉 拉得很精細 其實我這邊還蠻危險的 因為它已經是快歌拉慢 所以就會有前面講的 遭到破壞的問題 還好它本身就啪啪啪 所以沒有聽出來 再來 稍微的整理一下 它的這個Key 如果你是不常做取樣的朋友 你要知道你的音樂的和弦有沒有變 不然你會覺得前面有對到 後面對不到 或者是突然就感覺不對了 -2吧 這就是一首歌它一直不換和弦的一個 好處一個優勢 你聽很多華語歌它不太能sample 就是因為華語歌的和弦換很快 好疊了兩層之後 第三個我就是想選那個很酷的吉他 我先從它的第一拍 它前面有留白 所以我先從它的頭 對好 所有的大的波形對在一起 然後開始數 1 2 3 4 5 6 7 8 8 8 就是這個不奇眼的地方 剪斷它 那這個部分也是一樣 它的拍子對了 然後呢 我們就來找它的 找它的Key 好那 為了不讓它有一些頻率打在一起 我越疊越多越亂 所以我現在就是 稍微把吉他的部分去讓 讓一下頻率 把鼓跟Bass的地方讓出來 我覺得讓到200多都可以 這三個我覺得是 把這整首歌的基調定下來的 一個搭配 接下來verse的部分 好 這是它跟鼓合起來的樣子 那 我現在來調它的Key 後面我必須要 讓它活潑起來 可是我覺得前面那個舒服的感覺 我不想 丟掉太多 然後它有一個R 我們後面 用別的鼓去把它遮起來 好然後呢 現在我要來做這個 副歌 再重新嗨上去的部分 就很明顯的 它的Key是不太對阿 之後我希望在第二次的副歌後面 做一個大C段的變化 其實阿 從這個Sample你可以聽出來 它的拍子不是穩的 它的拍子是浮動的 那就表示他們認真的用了 真實的樂器跟真人的演奏 所以最後我是用 101%的速度 就是比100%的速度 好像一直有對到 可是對到很後面的時候 又對不到 最後是加了1% 然後就剛好對準 好然後在製作過程中阿 Sample This的製作團隊 有給我這個Volkswagen 他們去Sample去取樣的這個 車子的音效 我們來看看這個音效 是不是可以搭在我的歌裡面 好我們就用 關門聲喇叭聲方向燈 看看能夠 塞在音樂的哪裡 好我現在把所有的東西 都貼齊對準 調Key完之後阿 我們來聽聽看 這整首歌的樣子 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